- 藍色麥洞的海邊史巴克 - 大家好我是海洋波露制作者李承路 - 剛我們在前幾集沃克跟我們分享到 - 潮間帶三個不同的微觀生態跟他的環境們 - 潮間帶三個不同的微觀生態跟他的環境們 - 潮間帶三個不同的微觀生態跟他的環境們 - 那再來呢我們就慢慢的往教室的地方去進行我們的潛水活動 可是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在旁邊的膠盤上有一些紅紅的 好像蠻特別的燈物依附在膠盤上面 我想問一下我 那些紅紅的燈物到底是什麼 那個東西呢 其實如果你發現它跟地形同化 而且它會常常是沿著地形慢慢的成長的 然後這些常常都是我們講的 石灰的會形成石灰質的這種殼狀珊瑚藻 然後這些殼狀珊瑚藻它們是屬於紅藻類的一種 然後你會發現到說 它會收集水中的碳酸鈣 然後會去組成它的那個鈣質的藻體 然後它們常常會隨著成長 一點點的累積在這些岩石上面 然後就形成了一個很獨特的這種珊瑚藻的聚落 而這些有時候如果聚落再多 然後再經過累積的話 有可能就會形成我們之前大家討論 很常討論到的藻礁 除了藻礁或藻礁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生物也有藻礁的功能性 除了藻礁以外 很多生物它其實也是具有收集水中的碳酸鈣 然後形成整個石灰質的這個地形的能力 其中就包括到了珊瑚 珊瑚其實就是最有名的一種生物礁 然後另外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面 左下角這邊這些斬蟲 他們其實叫做萬間走毛蟲 他們又叫做沙寶蟲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 因為他們的體力會分泌一些黏液 會去收集附近的一些沙子 沙粒然後去把它組成他們的蟲管 而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這個他們的蟲管也慢慢的累積堆疊起來 甚至上面再長了其他的石灰珊瑚藻 或其他的一些戒指 最後他們就會形成一個類似像是 沙寶一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他又叫做這個名字 叫做沙寶蟲 那除了這兩個 它會慢慢的去行作那個礁體之外 是不是還有一件生物 它其實也會在做青植的動作 沒有錯 像珊瑚礁或藻礁都一樣 它會慢慢的累積堆疊 形成礁體之外呢 其實它同時也是慢慢的正在被侵蝕 侵蝕的原因有很多種 其中有包括到像是風浪啊 或者是海流啊 這些的 這些是物理性的侵蝕 再來呢 還有很多呢 是屬於生物性的侵蝕 生物性的侵蝕 就是很多生物呢 它擅長於鑽洞 或者是會分泌出酸液 去腐蝕 這整個那個礁盤的地形 然後再住進去 其實呢 我們剛剛可以在那個石灰珊瑚藻 這個殼狀珊藻上面呢 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洞穴 或者甚至是隧道 然後他們就長在這個地形上面了 這些動物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這些 侵蝕性的鑽洞生物 其中呢 包括到了 像是這些 會在上面 形成非常多的 這個蛇螺 或者是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會生出它的觸手 慢慢的去 刮食 岩壁的這個 蝕蝕 蝕蝕蝕蝕類的 再來呢 還有呢 會在岩石上面 從小就住進去岩礁之間 慢慢的 最後把這整個洞穴 慢慢的侵蝕 成大這個 泥淺血格 這也是屬於這種會穿孔的這種二眉被 所以說這個岩礁上面 雖然看起來好像不太奇眼 但是其實上面坑坑洞洞 每個洞穴裡面都還蠻精彩的 對 應該說到 經過這樣的侵蝕之後 這些洞穴 其實也可以提供 在這個環境更多的 棲地 讓更多的生物 能夠去 在這邊生活嗎 沒有錯 這些的侵蝕出來的洞穴呢 其實呢 在這些生物死掉之後呢 它就會成為一個 全新的一個棲息環境 有一個洞穴空在那邊 可以讓更多生物的住進來 所以這個生物侵蝕呢 有時候呢 它也會無形中 為很多生物 做出很多的 新的棲息環境 那沃克我有個問題哦 像這些磚孔的生物啊 它可以一輩子都住在那個洞穴裡面嗎 還是它其實也會 但被五個去溜帶溜溜的啊 大部分的磚孔性的生物呢 大致上是 移動能力都是很低的 甚至像是這個蛇螺 或者是這個 跟地形同化的這個泥淺血格 它幾乎是一輩子就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是不太會動的 所以這時候很多人就快好奇說 它不動 那它怎麼吃飯 對 所以就可以 其實呢 這些生物呢 它們有自己的吃飯方式 像這個淺血格 或者是 它就是會從它的那個巢穴裡面 伸出它的那個出入水口 然後去吸外面的水 所以它就是它吸水的時候呢 就會把外面一些有機物質 和浮游生物也吸進來 它就可以吃 然後呢 像這個蛇螺 它更厲害了 它就會呢 從它的殼口 殼口邊去噴出很多的黏液 也可以想像成它吞出了很多很多的口水 在它的那個洞口旁邊 所以呢 這些黏黏的口水 一旦沾到那個沾到外面的浮游生物呢 就會 就會獲得很多食物 這時候它才 一口把這些口水 這些沾了浮游生物的口水都吸進來 對 同時呢 它們其實也靠 雖然它們不會動 可是也可以靠著這種方式來來交配 剛剛講到的 這些動物呢 其實它們 如果在 在繁殖的時候呢 它們就會把精子從水中噴出去 然後呢 在經過水裡的傳送之後呢 如果母的個體呢 去吸的吸 把這外面的海水吸進來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順便的交配 那沃克 那這樣的環境啊 在台灣的哪邊看得到 其實像這種石灰珊瑚礁啊 其實全台各地都看得到 你無論到哪邊的海邊 只要底下有硬底質的地方 其實這種粉紅色的石灰珊瑚礁呢 就非常容易出現在它的岩壁上面 有時候有些地方 甚至還可以疊出非常多的 厚厚的一層 形成它們的那個礁體結構 像是這些水質比較混濁 混濁不堪的地方呢 珊瑚沒有辦法長起來的部分呢 或者是比較靠近河口 泥沙底的部分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再去 累積更多更多的那個 礁體結構 然後就會形成我們熟知的礁礁 對也就是說 在某些地方 它可能不適合三國礁礁 可是反而適合 這樣的殼裝商務找到 是是是 我了解 好那謝謝沃克跟我們分享 在那個潮池 或者是在慢慢往 更深的地方走這段路程中 有可能會看到的圍觀的環境 那下一步呢 我們會帶大家 直接進到潮炸彈 那這邊我們可能就需要 背著我們的水配裝備進行觀察囉 那我們跟著我們一起去吧 面為我們可以再建議 是 小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